今次分享的是土柚蒸肉餅 是一個比較彈牙的肉餅版本 看看這些材料 材料都很容易找 因為是一個比較經典的家常菜 亦非常好送化 我自己做肉餅有時候我喜歡吃鬆軟的 有時候喜歡吃彈牙的 我覺得土柚就配搭彈牙的肉餅 鬆軟版的肉餅在另一條影片再介紹給大家 看看畫面,這隻土柚很大 就長那隻手 太大隻了 我把牙的身和爪分開 洗洗去後浸水 浸三個小時 不知道大家會否分 魷魚、蜜魚和章魚呢 拿著那隻土柚 有個柚字,很明顯是魷魚 魷魚的身長,頂部是尖的 頂部是尖的,身是瘦長一點 另外蜜魚呢 就是肥大的 整個身很豐厚、豐滿的 肥嘟嘟的 沒有尖頂的 圓頂的 那隻就是蜜魚了 章魚呢 就是八爪魚 只有八隻爪 頭就連著八隻爪 比較容易分的 就沒有一個長的身 或者很肥的身 那再細分下去 當然可以再分很多品種 但是,你分得到這三隻都很不錯 好了,那個土柚呢 浸好了,那就先擦乾它 其實土柚的味道真的蠻香的 我自己蠻喜歡的 用來蒸肉餅 或者用來熬湯 又或者燙了去吃都蠻好吃的 我先處理了爪位 最重要是把中間的嘴 拿出來 很硬的 嘴的位置 浸都不軟 這樣就不吃了 就拿出來丟掉 其實應該拿了嘴才切開 那我就不小心一下子 把它開了邊 那便要拿兩次了 好了,處理了魷魚身 最重要是把中間的硬骨 拿出來丟掉 在正中間的 整條很容易拿的 但小心點 頂上可能會 立刻斷了 會有少許 尖位上可能會有少許殘餘的骨 那你自己先去查清楚 然後呢 再把魷魚上的層枝 扯掉下來 不要 但其實也有人說要的 有些人說要了比較香 那都是隨心 這些住家常菜 你自己喜歡扯走就扯走 你喜歡留回去 那 做乾淨之後 將肚子有一分為二 因為這次用到半隻左右 半隻就大約三十至四十克左右 那剩下那半隻呢 你可以保留在雪櫃裡 留下一次用 那在切碎之前呢 就再檢查一下 看看眼骨位是否真的 整夠了 那 然後將身呢 先切條再切 就像畫面這樣做就可以了 那切好了之後呢 就放進去備用 爪位也是 那就不用切條了 本身是一條條的 那把爪切成小粒 然後這些爪位呢 就放在另外一個 劍仔或者兜仔上 備用 那 薑就拍扁了 然後切碎 一片就夠了 馬蹄呢 去皮之後呢 就拍扁了 然後呢 就再切碎 那 那 不用切那麼碎的 就留下一點咬口 因為想吃乾時呢 咬到一點爽的馬蹄 那 就切小粒 就不用切到說 融掉那麼碎 那 好了 給點面子豬肉 那這裡有八兩的梅頭 就 八分瘦兩分肥肉 那就用一匙的鹽 和一匙的糖 那就夠了 那 那其餘的調味料 紹興酒 胡椒粉 麻油 都是給點香味 那 那咸甜味其實是一匙鹽一匙糖 在八兩的豬肉裡 都幾夠了 那八兩其實 就是幾多g呢 大約是290幾至300g 那這裡 那最重要呢 就是 後來再放兩匙半的生粉去 生粉或者粟糕 那 然後開始攪拌了 那 那頭幾下就先把那些 調味捏入豬肉裡 不用攪拌 但是你一開始攪拌 就要向同一個方向 從頭到尾都要向同一個方向攪拌 那 那為什麼要向同一個方向攪拌呢 因為 我今次做的是肉 是想彈牙的 那彈牙呢 就要肉 起膠 那你 是向同一個方向攪拌 肉才會起到膠 如果你 又向右 又向右 這樣攪拌 它就 起不到膠性 好了 調味攪拌均勻 之後 就可以加入 一些土油的生 薑 和馬蹄 原來都是 記得要向同一個方向攪拌均勻 好 那些料都攪拌均勻 之後就可以加少許水 熟少加 加一湯匙先 現在 然後再向同一個方向攪拌 攪拌均勻 那你感覺到 那一湯匙水 被肉吸收完 之後 就可以準備加第二湯匙的水 加第二湯匙 加第二湯匙 這次加到兩湯匙就足夠了 那 再繼續向同一個方向攪拌 這次是要彈牙的效果 所以也不用加那麼多水 不用攪拌到它那麼軟 那一邊攪拌 攪拌到它起膠 就可以了 我想由一開始 由加了調味開始攪拌 我這樣向同一個方向攪拌 都攪拌了五、六分鐘 因為它要攪拌到它起膠 你隨便攪拌幾下 是不會有起膠的狀態 其實也挺累的 其實做這個程序 所以一個彈牙的蒸肉餅 其實工序都不是太少的 真的要用心去做 好了 看到畫面這個狀態差不多了 你會看到有些膠疾在 你好像推到左邊 它有少許想自己彈到右邊 這樣就差不多了 然後就開始搭它了 兩分鐘內不斷重複這個搭的動作 我想我大約搭了它 我想最少都有四十下 剛才攪拌就令到肉氣的膠質 然後你再這樣搭它 有些空氣給它 令到肉餅更加彈牙 所以如果你不想吃彈牙肉餅 就不要搭肉餅 這些免治豬肉 雖然不是手剁的 跟手剁的口感有些分別 但是以機器攪拌的免治豬肉來說 經過這麼多程序 都算發揮得來盡時 好了 答最後一下 聽聽聲音 這樣的聲音 大家感受一下 這樣就完成了 現在將免治豬肉 放進碟裡 然後用音力壓平 就不要說一下壓下去很大力 你把舊肉放在碟裡 然後慢慢壓一下壓平 就不要壓爛了它 因為你一放下去很大力 一壓 半小時可能會有裂痕 好了 然後在肉餅表面 用手指輕輕插幾個洞 就不用插到底 令它蒸的時候更加熟得均勻 更加容易熟 好 原來把土養腳的部分 灑在表面裡 就可以準備拿去蒸 其實沒什麼所謂的 就算你把腳同身撈亂去 然後再留一點 再灑在表面 不過我覺得腳那裏 我沒有去的衣 有些顏色 放在表面就更好 大火煮滾些水 然後放些肉餅去蒸 頭一分鐘就用大火蒸 然後用中大火蒸多十分鐘 總共十一分鐘就完成了 如果火是弱的 可能要蒸到十三分鐘 但不要蒸多過十五分鐘 也是那句 蒸東西真的不要蒸過火 之前我在DayDayCode有條片 教蒸排骨 也是這樣說的 你蒸過火 那些排骨也好 那些肉餅也好 它也會縮小 會縮小 然後就把肉汁卸出來 變成肉餅縮小 在中間 旁邊有很多水 很多肉汁流出來 那就浪費了你剛才做這麼多功夫 所以最多蒸十五分鐘左右 蒸東西真的不要蒸過火 好了 一個彈牙的肉餅終於完成了 看見它不會太涉水 因為沒有蒸過火 再灑點蔥或芫荽 搞定了 可以上碟了 大家看看我筆下去的質感 比較彈身的 不會硬的 而且彈起來又比較滑 因為加了適量的生粉 這就是我要的效果 接下來另一條影片會做另一個版本的肉餅 不是大牙的 是鬆軟版的 有興趣大家留意了 拜拜